所以第一個 新小刀的三個骷髏 第一個骷髏 捅破 想要喚猴人的夢 喚猴夢碎 不用講了 723 提名徵召的 就是侯友宜 第二個 叫做 鍋底破康 因為鍋子的下面真的用刀子捅破一個洞 那這是取個諧音 鍋就郭台銘嘛 這兩天還有很多人在問我說 我和你之前講分析 郭台銘參選的機率看起來不低 是啊 我負責任告訴大家 因為地方的派系 我再講更清楚一點 張榮衛 周典論 跟那個 南投的議長 就是支持郭台銘嘛 那郭台銘自己又組了那個智庫 那他又提出能源政策 他就是想選啊 那想選一定選嘛 那就要看有沒有可能選得贏 如果說侯友宜民調10幾% 17% 18% 或更低 那郭台銘當然會出來 即使我是獨立的參選 弄到後來大家知道要 氣喉 保鍋 換掉賴清德嘛 對不對 這是郭台銘的算盤嘛 因為我比猴友宜強的話 那我出來才有意思嘛 可是現在金普聰一出來以後 表示國民黨不會換猴了 你兩個人卡在那邊就兩個都20% 那就一起死吧 所以金普聰的挺猴 會有效的讓郭台銘參選的意願 一定會降低 那個整個聲勢跟熱度也會降溫 然後會讓郭台銘到底要不要 因為還要到9月還沒那麼快 現在才6月底而已 9月12才去領表 真的要領表嗎 選下去會不會就變成保送賴清德 會讓郭台銘更猶豫 所以第二個窟隆 金普通通通下去的窟隆 叫做鍋底破坑 現在看起來這個鍋子 或許就沒辦法煮水了 因為已經破了一個洞 影響並降低郭台銘參選的機率 第三個窟隆 是對朱立倫 叫做立倫走開 通下去以後 立倫這個輪子也破洞了 鍋子破洞 輪子也破洞了 這個立倫號的那個高速列車 就先去旁邊維修 你不要進場了